為什麼我們要那麼緊張? 我們喜歡窮緊張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凌萱 今天我要教大家去越南的時候 如何辦落地簽證 那去越南呢 有兩種方式 你可以辦一般觀光簽 然後另外一種 你就可以到當地辦落地簽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都是第一次去越南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哪一種方法比較好 那我們這次都試試看落地簽 那落地簽的優點呢 就是它會比一般觀光簽證 還要再便宜個幾百塊 但缺點就是你到那邊 可能就會需要排隊 排上一段時間 那首先呢 我要先來告訴大家 如果要辦落地簽的話呢 需要準備什麼樣的東西 第一個呢就是你要先到網路上申請 落地簽證許可函 那其實網路上有非常多的網路教學的文章 那你可以去上面看它一步一步的教學 都還蠻詳細的 那現在有很多的代辦呢 它是專門在幫你辦理許可函 那代辦的費用呢 就大概是美金5到8塊 那我們這次是5塊錢 那我會把這些代辦跟連結 放在影片的說明欄 那大家都可以點進去看 那這些代辦呢 可能辦理的方式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當你申請完之後 總共會有兩個工作天的時間 你會收到一個落地簽的申請表 還有許可函一起發給你 但是有一點要非常注意的就是 它非常容易會把信件寄到你的垃圾信件夾 所以其實我們當天就已經送到了我們的信件 只是我們過兩天就覺得 很奇怪怎麼沒有 後來我們去垃圾信件去看 才發現原來它真的寄到垃圾信件 所以大家可以去垃圾信件夾裡面去確認 它是不是真的有寄給你 那這個許可函呢 就是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因為生前人不是只有你一個 所以會有很多人的名字 包含你的出生年月日還有護照號碼 就會一起在上面檢視給大家看 所以就會有點小小的沒有隱私 但是個人是覺得還好 因為反正那些人你也都不認識 然後也不一定是同一天出發的 落地簽許可函 應該是只需要一份 只是我們為了保險期間 每個人都準備了兩份 它大概就是要填一些你的相關資料 然後你要自己準備兩寸的照片 就是跟護照一樣的規格 這是事先預備的東西 這些東西預備好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一起帶到越南 然後去辦理落地簽 再來呢你還有需要準備的東西呢 就是當然就是你的護照是最基本的 還有25元的美金 到時候你飛到越南之後呢 你要用那25塊錢的美金 去辦理這個落地簽 你在check in 之前呢 地勤它就會跟你確認說 你有沒有越南觀光簽 或者是落地簽的這個許可函 所以你在check in 的時候 要記得把它拿出來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登機了 因為今天我們也是第一次辦落地簽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到底會排隊排多久 就是一種實境節目的感覺 就是直接拍給你們看 到底去越南嗎 落地簽要排多久的時間 然後我們等一下是預計呢 我們一下飛機就要用衝的 就是要跑非常快的那一種 希望我們可以順利囉 等會見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飛機停好 我們人可以走內壳 然後我們神不賣力的盡力的往前衝 然後我們神不賣力的盡力的往前衝 那他們還沒開門 什麼意思 公平行程 等一下載到他上次開門 等下我們要賽跑 因為我們現在落後一班車 前面還有一班 他現在死不給我們開門耶 你到底是不是要放他下車了 他想要自放 嫌疑感 隔壁開了 等一下 其實他搞不好一筆一筆一起收 對啊 我覺得大家都很從容耶 我們有必要那麼緊張嗎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那麼緊張 冷靜啊 因為我們喜歡窮緊張 好 我們找到了半落地簽的地方 還好人超少的 我們現在是排第四個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半落地簽需要多久的時間 因為那時間是五點四十 看我們幾點會出去 因為我們剛好跟我們同關機 有一大群旅行團 所以他們都已經事先申請好簽證 所以其實申請落地簽的人不多 我剛給他了我的落地簽證的申請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在排的另外一線 他是一起收 就是同一批一起收到一起去後面租 然後再一起 我們排第一排的時候 他是先把我們的護照 還有我們的申請盤 跟申請表 一起收過去 然後他再叫我們排 就是第二排這裡 那第二排這邊應該就是 他們簽證那種好走再發給我們 然後剛剛前面有講到說 我們前面準備了兩份申請表 其實他只收了一份啦 所以基本上他應該寫一份就 應該是夠了 好 我們剛出海關了 都還蠻順利的 我們總共等待簽證的時間 前後加起來大概九十分鐘 而已 剛剛不是說 四十分的時候開始排隊嗎 那我們五十分的時候就拿到簽證 然後出海關呢 就是也是花了五分鐘的時間就出來 所以前後大概十五分鐘的時間 但其實呢這個也很難說 因為越南每一間機場呢 它會依照每一個機場的繁忙程度不同 而影響到你領到簽證的時間 那因為我們抵達機場是縣港 如果你是在胡志明市的話 可能就要等九一點 然後又加上我們這次還蠻幸運的 因為搬落地簽的人並不多 加我們大概才十個吧 因為我們又剛好遇到大團的旅客 然後他們都是那種事先搬好工錢的人 所以他們就不用再辦落地簽了 我們這次呢 它是讓我們所有辦落地簽的人的資料 一起收然後再一起發 那每一間機場可能會不太一樣 就想說呢 這次來越南 然後就來拍整個我們申辦落地簽 然後拿落地簽的過程 那至於落地簽比較好 還是一般工作簽比較好 其實我也很難訂 因為我只拿過落地簽而已 就把一個真實的狀況就拍給你們看 所以我接下來在越南呢 我會拍一系列的影片 持續關注 然後追蹤我的Instagram 拜拜 SNS要錄製一下嗎 吃佛囉 GO 但是你這樣不用 哈哈哈 所以190元是可以嗎 不,190元沒有錢 190元 190元沒有,190元 沒有帽子190元 沒有帽子190元 帽子需要錢 哈哈哈 不,我們要帽子190元 190元 190元 不是 1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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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元